2007年底 王宇佐因為手腕的傷勢 佔別網壇 三年來經過開刀 復健和無數的內心掙扎 他勇敢的在2011年復出 因為在他心中 網球一直是人生的第一選項 煎熬 就是不曉得是到底 手腕到底發生什麼問題 我這期間當然也有想說要 放棄網球 但是我對網球是 不只只有想要當選手 其實未來也有可能是 做對網球有關的事情 網球已經在我的人生 已經一個很大的一個部分 幾乎是全部 王宇佐16歲就代表國家出賽 21歲就登上世界第85名 一切的勝利來得太快太自然 現在的他在熬過傷痛的低潮後 反而找回對網球的熱情 比以前還要來得更開心 因為以前可能就是會覺得說 有點辦強迫事 很像有點就是比較不像那麼工作 像有點我的一個熱愛 像運動這樣子 目前排名第161名的王宇佐 付出兩年以來 用每年100名的速度回升 因為好不容易能重回球場 說什麼也要把握 當然我是希望可以比以前更好 就是不用再說了 超過80 對 超過就是 因為我覺得我可以 現在的王宇佐 更珍惜在場上的時光 因為他和自己約好 在踏上球場的那一刻 不但挑戰對手 更在挑戰自己 先許中新王福音 柯亞姐台北才能報導 謝謝你